聽聽成語故事 大家好 我是哈密瓜哥哥 今天哈密瓜哥哥要教大家來學一句成語 叫做言聽寄從 主公 我們晚上去吃烤肉好不好 好 主公 我們明天去打獵好不好 好 言聽寄從這句成語啊 是用來指對某個人非常的信任 言聽寄從這句成語 是來自於古代將軍韓信的故事 在秦國滅亡之後 劉邦跟項羽兩個人都想要當皇帝 剛開始項羽的勢力非常的強大 他的手下兵將啊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而劉邦勢力就比較弱了 他的兵將啊都是一般平民老百姓 可是項羽的個性非常古怪喔 他啊常常懷疑別人 驕傲又自大 所以啊越來越多人啊 就慢慢的離開他了 相反的 劉邦做人很謙虛 對人都很信任 所以啊投靠他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有一位將領叫做韓信 他跟隨著項羽非常多年 但是卻一直沒有受到重用 所以他決定去跟隨劉邦 主公請讓我跟隨你一起打天下吧 好那我就封你為大將軍 謝謝主公 韓信非常感謝劉邦的栽培 而且他也很用心的打仗 沒有讓劉邦失望 打了很多勝仗 攻下很多土地 但是項羽知道之後啊 就非常擔心 馬上派人去跟劉邦的大將軍 韓信說 韓將軍 您當初也是楚國人 如果你回到楚國 跟我們一起攻打劉邦 我相信 我們一定能夠很快的統一天下 哼 我當初在楚國的時候 沒有受到重視 所以我才來投靠劉主公的 我說的話 做的事情 主公都非常的信任 我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 不可能離開的 歷史之中 韓信所說的話 跟計畫 劉邦都非常的支持 就變成了 言聽計從這句成語 大家把它用來 只對某個人很信任 比如說 哥哥的女朋友要吃麵 哥哥就去買麵 哥哥的女朋友要吃冰淇淋 哥哥就去買冰淇淋 哥哥對女朋友啊 真的是 言聽計從呢 這樣子大家了解 言聽計從這句成語了嗎 成語故事 下次見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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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